各位早晨 其實現在Nikolas Cage的電影 很多人未看就猜是爛片 但我不怪他 因為事實上 其實不是近年 他一段時間已經是很多年 接連拍攝很多爛片 但其實不是每一出都是爛 也算近期 例如Mandy Color Out of Space 我覺得那些是好電影 甚至是 他的製作水平不高 因為他的預算不多 但以他的預算來說 那些電影其實是頗好的電影 他裏面做主角是完全活動 我覺得是不錯的 所以我不會說 見到有出戲是Nikolas Cage做 我就不去看 但如果我是去看出 Nikolas Cage的新電影 我又會實現 我會預算他是爛片 但如果他不爛 例如Mandy 我看過這齣電影 這齣電影好像很過癮 所以我一看完這齣電影 我就很想看 現在他出了可以看 所以我立即開來看這齣電影 就是他跑車在高速公路上 炸車 後來他就因為一些原因 他就爆了一輪 爆了一輪 就要整理 但是他帶了他的車去車房 車房那人跟他說 他在沙漠地區 他簡直是沒有網絡 所以他又按不到卡 按機器又按不到錢 只是收錢 要一千元美金 那他就給不到 沒那麼多錢 那車房佬跟他說 他就認識有個朋友 在附近 有一個兒童樂園 他說那個兒童樂園荒廢了很久 這些地方很邋遢 但是如果他 Nikolas Cage 他願意答應在那裡睡一晚 並且用那晚的時間 清潔好那個地方 然後他可以重開 他就問 在他整車的那些帳篩 就是幫你搞定他 你幫我做一晚的 在那裡打帳 他就答應了 所以這齣電影就是 說他在那個兒童樂園 一晚發生的事 他的主意是兒童樂園裡面的機械公仔 會殺人的公仔,他會突然動,然後攻擊他 然後他還拖殺那些公仔 我覺得這些不算是穿繳,因為全部你看到的 這齣電影完全不是一齣正經的電影 你看過圖片你都知道,那些機械公仔 就是那些殺人公仔,然後他跟公仔打架 這齣電影是有其他角色,雖然我覺得不太需要 主要是看Nikolas Cage 這齣電影是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我是喜歡他的 我覺得這些很可憐的電影 然後你放Nikolas Cage在裡面 就變得不太可憐,變得比較看得到 如果不是他做的話,我覺得這齣電影是不能看的 但因為是Nikolas Cage做的,我變得是想看 不單止是可以看,甚至是變成一齣我想看的電影 就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Nikolas Cage在這齣電影裡面是恰如其分 有一點點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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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那些是靠樣子、樣子、乳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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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穿那些員工衣服 要打掃的時候 他真的在打掃 後來有機械公仔攻擊他 整個過程 我覺得是OK的 真的挺過人 我看完附影之後 我會自己有幻想 如果出戲是這樣的 挺習慣的 果然是這樣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但問題是 我覺得這齣戲有趣的想法 他一開始就已經全部給你看 不算在電影中 第一隻公仔出現 就已經看完了 他後來有說多些 為何那些公仔會這樣發瘋 背後的背景 但我覺得那些是不需要的 所以這齣戲就會變得很重複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像有八隻公仔 他真的會逐隻殺下去 所以看看 我覺得是很重複 我覺得這齣戲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他的戲是不長的 少於90分鐘 一個半小時都不到 但是我覺得是差不多 我覺得他雖然是短 但是都很重複 很多位置 搞不到一些新意 他一開始已經放了這些想法出來 然後他沒有新的想法 我覺得他是需要再想其他事情去扭一扭他的想法 不可以這麼重複 因為你只是靠Nikolas Cage 不出聲 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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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然後他打回那隻公仔 他是好看 第一次的時候 第二次都還可以 為什麼他在洗廁所 突然被人攻擊 洗洗廁所的時候 那時候都還可以 但是重複看八次就不可以 我覺得是 而且他另一個問題 其實也令事情更加重複 就是他那些打鬥的畫面 我覺得是不太好看 他主要是好像打得很激烈 但是他是用畫面來遷就 他的鏡頭很近 然後他不斷地動 震動 他還不是很離譜 還不是去到你看不到發生什麼事 但是不是打得好看 因為他的電影 其實他都卡通化 他都亂來的 他可以拍到 再誇張一點 然後拍給我看 其實是有很多可能性 現在這樣主要就是 Nikolas Cage 例如扭斷別人的頭 或者撞他在牆上 就是這幾下 其實可以 如果你要誇張一點的話 其實有很多 其他的方向可以 其實是 但是主要都是 扭人的頭 扭人的手 跟著 撞那些怪獸埋牆 就是這幾下 我覺得是 可以多些新意 我覺得是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主要是這兩樣東西 還有他有很多其他的角色 雖然他都很多 大部分時間 八成時間 都是Nikolas Cage 但是其他角色是不好看 其他角色 其他演員是不好看 所以 凡是 那個畫面裡面 是沒有Nikolas Cage 就掉了 就變了不好看 是要有Nikolas Cage 才可以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 真是他自己一個人演出戲 我覺得是更加好 我覺得是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是 因為他演出戲不太長 一個半小時都沒有 一個人演出 其實是OK的 可能他 我不知道 他可能想多元一點 但我覺得 如果他想多元一點 不是多一些角色 而是 怎樣殺那些公仔 在那些地方多元一點 我覺得是更加好 我喜歡他這齣戲 不是太過血腥 因為這些戲很容易 會有一個 肯定性 搞到血腥一點 噗噗一點 comical一點 但是他都血腥 但是還沒有去到 很恐怖 很誇張 還沒有去到 老土的地方 因為有些是 血腥到你覺得 很老土 又是 又是 飛了腸出來 他沒有去到那些位置 OK 但是 因為 太過重複 所以 扣了些分 OK 我覺得這齣戲 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 我給他評分 就是C 如果你問我 我會寧願回看一次 Willy's Wonderland 還是 回看Netflix 兩個半小時的 勝利號 我會寧願回看這齣戲 Willy's Wonderland OK 我會寧願回看這齣戲 好過勝利號 說真的 我會寧願回看這齣戲 我會寧願回看這齣戲